MING PAO TICKS 吸引 叫Juvilum 我喜欢音乐 但是我聽不見 22歲我被世界驅逐在外 所以那一年我決定離開 我搬到一處離家很遠的公寓 在這裡沒有人會打擾我 但有時候也會有些意外 有些意外來得讓人措手不及 有些意外卻來得輕巧 甚至悄悄改變我們與他人的關係 這就是那個意外 沒有人相信一個得獎無數的人 會放棄自己最喜歡的音樂 就像我不相信他們能理解我的痛楚一樣 五年來我的生活沒有太大的改變 一樣的倒垃圾吃飯洗衣服還有發呆 若正要說不一樣 那就是我最近才發現 隔壁原來住著一個女作家 她叫黃楊 是那位女作家的編輯 從眼前這張交集的臉看來 是來催稿的 沒想到我隔壁鄰居還是會暢銷作家 這些都無所謂 當她突然失去她得心應所的協作能力時 她也會被人們遺忘 就像我一樣 當社會不需要你的時候 人就會被遺忘 被遺忘並非完全無所謂 有時候還會讓人活不下去 尤其在找工作的時候 我找不到一點被這個社會需要的理由 即使曾經風光一時 但在失去的那一刻來臨 沒有人會同情你 這就是現實 啊 警告警告 我面臨抉擇的窘境 現在的我 連站著都覺得累 所以小姐 她 叫李先生 是這棟大樓的管理員 她交給我一份未完成的小說草稿 還有一封信 還有一封信 這封面的筆跡 好像在哪裡看過 我回到房間 想重組模糊的記憶 一個陌生人 竟給了我重生的希望 不只如此 這個陌生人還住在我隔壁 而且還是個看不見的作家 那一瞬間 我才發現 原來 音樂一直都在 不會因為我一個人而消失 就像這位盲眼的作家一樣 雖然看不見 卻可以透過他的手 讓全世界的人 看見美好 我還發現 我的人生 就像這本未完成的小說一樣 還有一大段路要走 還有一大段路要走 羅 叫Jubilant 我喜歡音樂 雖然我聽不見 但我決定 繼續彈下去 我聽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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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聽不見